各位學員大家好 本單元主題是灑水系統架構 介紹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流量劑 那這個是在做 當Bump出廠的時候 它都有一個 陽層跟一個流量 的標準 那這個流量劑最主要在測試 這個Bump出廠時 它的出水量 有沒有達到 那這個通常是在我們檢修申報的時候 會做這個測試 那做測試很簡單 只要把 前面的砸法 最主要主砸法要關閉 然後將 一次測 流氧劑的一次測砸法打開 然後再來調整 二次測的 砸法 然後 把流量調整到當初 出廠時的流量 出水量 看能不能達到 當初出廠的標準 我們在往右邊 上面看 首先我們看到就是 空氣壓力桶 那 空氣壓力桶 最主要的是因為裡面有 三分之二的水源 三分之一的空氣 那 這個最主要是在 做一個 穩壓的作用 空氣壓力桶 的 右上方 我們 會看到就是 壓力 表 壓力開關 壓力開關 以灑水來講 它會有兩個 兩個 壓力開關 那有一個是 主棒鋪的 一個是 輔助棒鋪的 那 血緣在 調整這個壓力 設定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 輔助棒鋪一定要先 啟動 如果壓力 如果壓力持續在施壓 還沒辦法 補給 到設定的壓力 再來才有 主棒鋪下去 運轉 所以在設定的方面 一定是輔助 棒鋪先啟動 然後再來才主棒鋪 再跟著啟動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 壓力 開關下面有兩個 就是 砸法 這一定要打開 你沒有打開會造成壓力 開關 沒有 作用 壓力桶的左邊 我們看到 這就是壓力表 這個壓力桶的壓力表 最主要是 再看我們現在系統 到底有多少的壓力 那 他可以看出 壓力 施壓到幾公斤 馬達開始啟動 停止 到達設定壓力 停止 那通常我們建議在這個壓力表上面 在啟動跟停止 劃出 兩條線出來 指針在這個範圍以內 把能源一看就知道 有沒有在符合 我們的設定範圍內 這樣會比較 因為壓力桶有它的耐壓 耐壓界線 一旦超過這個界線 水會從 安全法噴出來 做一個安全的宣洩 這是 泄壓安全法的作用 那空氣壓力草 壓力桶的下方 我們會看到 這個是在 泄壓 的一個砸法 那 泄壓砸法 最主要是在我們 在測試這一台 Bump 是否能自動 從這個 砸法直接 打開 泄壓 讓它自動 啟動 然後 啟動之後 我們再把它關閉 讓它 Bump打到壓力之後 能自動停止 那壓力桶的左邊 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由 液晶三通 逆止法 連接到 我們的壓力桶 中間有一個 砸法 那這砸法 平時要打開 如果沒有打開 那這個壓力桶 就沒有它的功能 那可能會造成 磅鋪會 持續 運轉 動作不正常 我們在看 往上看 會看到 就是 控制盤 這是灑水磅符 控制盤 控制盤 最主要我們平時保養能源要稍微注意一下幾個 要領 第一個就是說 電壓表 有沒有在我們的 台電供電電壓 的指示範圍 譬如說是220 或者是380 那再來就是說 電源指示燈 是否有明亮 那 再來就是說 一些故障燈 到底有沒有亮起來 正常狀態是 浮水槽 或者是過宅 這些故障燈 都不能 亮起來 如果發覺有亮起來 那就表示這台機組 有問題 要請 技術能源 儘速過來 修復 那 我們看到有一個就是 風明器 那這風明是 平時 是不能有聲音的 那如果他有在冥響的話 就表示這台機組 有狀況 是故障當中 要儘速查明 要儘速查明 那 再往下看會看到 就是最主要有一個 手自動開關 那這個手自動開關 平時一定要切在自動的位置 那 如果沒有切在自動位置 一旦 一旦 頂樓 11樓以上 室內 發生 火災的時候 那 邦輔沒辦法 自動補水 那 造成有 危險性跟責任上的問題 那 旁邊會看到有一個 是 風明器的 切換開關 那平時 是要切在 OM的位置 你如果切在OFF 當然他故障的時候 他就不會在冥響 那我們再往右邊看 會看到有一個 選擇開關 這個也是 輔助棒弧的 手自動開關 那平時都要切在 自動的位置 然後我們再往左邊看 會看到 這個下面是 鋪水槽 那他鋪水槽的作用最主要在於 補及 我們的水棒裡面的水源 因為 棒弧在 抽水的時候 管內一定要有水 如果是空氣他就沒辦法抽水 所以他是在補水 如果說 因為管內有 底滑故障他會一直補 把它補滿 那如果說底滑是完全故障的 那可能水源灰質 這樣補到底滑 然後流到 我們的消氧蓄水池 造成消氧蓄水池 溢出 所以這部分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在網上看 會看到 然後滑水槽的上方會有一個 水位的 感知器 感知磚製 最主要是在於 感知這個 這個滑水槽裡面的水位 到底 有沒有在 規定的 水源 那 如果 裡面沒有水的話 那我們的控制盤 會 那個 風雲器會 冥響 通知我們 進宿維修 那我們現在在看到的是 滑水槽裡面的 補給水源 裡面一樣有一個 補球開關 那一旦水源不足 他會一直補水 一個作用 那剛才有看到一個就是 感知的裝置裡面 沿著 線下來是兩顆 浮球 這就是在感知這個 水 水位的高低 一個裝置 那我們現在在看到的是 滑水槽的 一個 攻擊水源 那攻擊到我們的 磅骨的水磅 這個部分 那這個雜法一定要打開 那他水源只能出 不能進來 那這個是一個 逆子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部分叫 陶翼管 那陶翼管裡面的結構很簡單 他只是一個線流孔 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當你的 磅骨 無遠無故 在那邊 運轉 空轉 空轉狀態 那因為空轉會產生一個溫度 那溫度 一旦 上升 那他會沿著這個管路 流到 骨水槽 做一個排放的 裝置 防止水放因為溫生 那燒掉 所以他也是一個溫生的排放裝置 我們在沿著管路往上看 這個是 連結 送水口 連結 灑水送水口的一個溫水口的一個溫子法 那這個部分是這邊是連結到我們的旗樓一個 灑水的送水口 那這個是溫子法 這個是逆子法 那我們再往左邊看 會看到有一個就是 騎樓的部分 這是一個灑水的送水口 那這個是提供給消防車 來滅火的時候連結用的 然後我們再往上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自動警報逆子法 那他有一次測的壓力跟二次測的壓力 那自動警報逆子法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 檢測 這個流水檢測裝置 當有水流流過的時候 他壓力開關會動作 通知我們的 受信總機 當管理員知道說 這個樓層 現在的水已經在噴灑了 最主要是這個作用 讓大家知道現在已經有狀況發生 那自動警報逆子法 周圍我們看到這個部分是 他上面會有一個壓力開關 那壓力開關 是從 自動警報逆子法 連接出來 那 他最主要就是 連接到我們的 受信總機 一個 感知的專制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水流警報器 也就是說 自動警報逆子法 他一旦動作 他會通知 受信總機 受信總機 會再送一個電源給 我們的水流警報器 讓他做一個冥想的動作 告訴這個 區域的人員 說 現在已經在 灑水了 表示有火警的狀態 警示人員盡速離胎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是 一個 複合式的 受信總機 那通常 灑水的部分 通常都是以藍色作為代表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在 自動警報逆子法的一次測 一個治水法的裝置 他這治水法的裝置 最主要就是在關閉 這個樓層的 那個灑水 一旦有灑水滅火完畢 就要來關這個治水 雜法 我們在沿著管路往上看 會看到就是 頂樓的一個 連通 逆子法 跟連通雜法 那 連通雜法 逆子法 最主要 它的作用就是說 當 像棒鋪 抽水 一旦抽到 沒有水的水源的時候 會有頂樓的水源 流下來 繼續 讓灑水頭 有水 可以繼續滅火 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頂樓的一個水塔的水源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那整個系統的架構 我們 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室內的桿汁灑水頭 現在看到這一種是 優美型的 它最主要是溫度達到 68或72之間 它會自動破裂 噴灑水源出來 然後我們再往左邊看 這個是末端財運管 末端財運管 我們在末端可以看到有一個壓力表 那平時 是要有壓力 至少要有1公斤以上的壓力 那最好不要超過10公斤 那這是顯示目前館內的壓力 那 霍端財運管下面有一個砸法 那這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我們在檢修申報的時候會來這邊 做一個泄水的作用 將水源打開 讓壓力施壓 讓砸法 啟動運轉 那砸法上面有一個 線流孔 那這個就是比照一個 灑水頭的 裝置 讓它噴灑 灑水頭噴灑的時候 的壓力 在這個壓力表上顯示出來 噴灑的壓力